张也先劝黄太帅 一于发动欣皮帮的人 然后再由欣皮帮的帮众 发动底层民众 诸如拉黄包车的 摆地摊的小贩上街游行请愿 劝袁世海做皇帝 黄太帅听到张也先敢说 也都心红起上来 好啊 好啊 这个由头好 只要讲清楚道理 他们肯定会反对共和 支持帝制的 张也先说 黄包车夫的请愿团 可以不用派全单 做演讲 偏几句顺口料 大家一起喊口号就行了 比如说 拥护帝制反对共和 打倒小汽车 黄包车万岁 原大总统万岁 好啊 这几句口号又简单又清楚 又有鼓动性 那些黄包车夫最恨的是那些小汽车 走起上来 快过来就这么多 你说第二天大家都坐小汽车 不坐黄包车 那么得了的 张也先跟着说 另外 唐大少奶也都可以组织八大胡同的妓女 然后打扮了 然后打扮了花枝招展 上街请愿 啊 啊 叫那些妓女去游行 大总统会不会不喜欢啊 有什么不喜欢呢 在国外啊 妇女和男人是权利平等的 妓女又是妇女 做妓女 虽然没有权利自己选男人 但是她有权利和自己国家选皇帝啊 再说啊 那些妓女着到花枝招展地上街引人注目 再吱声言喻地喊喊口号 那真是又声又息啊 哎呀 叫我们的姑娘仔上街请愿游行啊 那真是挺好玩又挺风光的啊 我们那帮姑娘仔 个个都很喜欢热闹的 只要有人带头 带的那些愿意去的 怕就怕警察拉人而已嘛 你们想一下 平时的姑娘仔三三两两 在街上拉客啊 那些警察都来拉 如果整群结队地上大街游行 那些警察不拉就有鬼咯 哎呀 你上街拉客和上街游行两件事 前者做生意 后者关心政治 关心国家 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唐大少奶放心啦 我可以担保 只要你出街 请愿游行 那些警察不单止不会拉 还会保护你们啊 如果是这样就没问题啦 我估计啊 那些妓院的老板娘都不会反对的 因为你白人游行嘛 不会影响晚黑的生意 大家穿得漂亮一漂亮 又唱歌又叫口号 说不定全城的人都会来看 到时候更加可以招来生意咯 那你估计 可以组织到几多人上街啊 只是我们八大胡同的姑娘啊 差不多有成千人 当然啦 就不是全部去得的 我们要选点呢 格调高点 样子靓点的 本来呢 我想 只是要那些 没去接过客户的清官人 但是数量太少啦 但是如果呢 将平时在街边拉客那些都算入来 又怕着洩读了元大总统啊 毕竟是劝大总统做皇帝啊 所以我将范围呢 限定在八大胡同之中 人数 起码有五百人啊 皇太岁一听就欢喜了 五百不算少咯 全部都是花枝朝鲜的美女 在大街站起来啊 已经比五千的臭男人 还要光鲜耀眼得多啦 但我们这帮请愿团叫什么名号呢 难道叫做妓女请愿团啊 好难听的嘛 将事先想一想 叫花界请愿团啦 你们的女仔 在日本是整朵花那样叫花界请愿团最对的啦 哎呀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既然点出了他们的身份 听起来又多脱作啊 那就用这个名字啦 既然有花界请愿团 那就不能够好像黄包车夫这么简单 你们既要喊口号又要派传单 还要向老百姓发表演说 样样都要做足啊 八大胡同之中 武民弄脈的姑娘都有很多的 舍船摊 作几个口号又不成问题 但是发表演说 哎呀 我们的女仔平时和嫖客 谈天雪地打情骂肇 他们个个都在行 但是对老百姓发表演说这么正经的事 他们又哪里做得到啊 我怕选择不了这种人而已 哈哈 唐大少奶 我看你就是最适合的人选了 我 当然啦 你是花界领袖 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 评激共和鼓吹帝制 要求民国政府改变国体 恳请元大总统登基称帝 几风光 几荣耀 等到 帝制恢复一成功 你唐大少奶 唐善文 就会名流青史了 先生你认真会得讲笑了 我唐善文这个名字 还可以名流青史 你知不知道青史是什么意思啊 黄太帅说 喂喂喂 青史是什么意思 我真是未知 善文你说下 古人呢 古人呢 将当时发生的大事和最重要的名人 都写青竹之上传给后人 所以后人呢 就将历史书叫做青史 青竹 黑之前呢 还要控干一下 控干了 所有的水分 所以呢 就好像那些竹 出了汗一样 文天祥曾经写一句诗 人生自古谁无史 留取丹心 赵汉清 诗里面讲的汉清呢 就是青史 之后好像关云墙 岳飞 文天祥 史可法 这样的大宗大孝之人 或者好像曹操安 陆山 秦桂严嵩 和坤 这些大奸 大恶之辈 才可以青史流明 我唐善文是什么人啊 又怎么能流明青史 唐大少奶 你认真博学多才啊 那你知不知道 记者的别称 又叫做青流呢 身为青流女子 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南梁时候 有个诗人刘庙 就写过 窗女不声售 结束下青流的诗句 唐大大诗人李牧 也都讲过 十年一国阳周梦 赢得青流 博幸明 所以以后呢 大家就有张记者就叫做青流了 之前就有本 专门写记者的小说 就叫做青流梦 唐大少奶 海上馆 扁上面用纯金柱座 因众如山四的带子 不单是敲锣打鼓 还烧了炮掌 还有武龙 没有灯 认真热闹 先生 你快点去接一接 他们很快就到门口了 果然 果然 汉口那树 已经响起了炮掌声 五条高拐竹竿上的长炮掌 正是拼令彭 一路烧响 矮上馆门口的台阶 四个标迎大汉 举着一块铸铸 恩仲如山 黑底金字的牌匾 由一支十几人组成的文乐队 站在台阶卖力演奏 十几个打大赤纳的年轻人 兴高彩烈 在门口舞着龙登 哇 这么大阵仗 搞到四周围的老百姓 都围埋过来看 整个体相馆门口 逼满了体热闹的人贫 张野仙和黄太帅 他们整班人下来的时候 迅仔和四个鞍皮帮的 年轻人正在门口 接待李东梅 和维持现场秩序 李东梅在两个丫鬟参扶之下 走到张野仙面前说 恩公在上 请受李东梅一拜 讲完之后 啪一声 即时跪下 跟张野仙叩扣头 张野仙正要谦阳 但是李东梅带来的两条大汉 即时扶着他 动都不动得 只要仇正李东梅一拜 拜完之后 一位大汉大叫一声 刮扁 鎖納聲歡快響起 四個大漢抬著那塊巨片進來看相館 在演奏聲中 樂曲聲中 四個大漢將牌匾掛在看相館大廳正面的牆上 張野仙指著牌匾說 黃夫人,牌匾的四個字用得不妥 在下不敢接受 在下者和夫人看了相 又怎會有什麼恩德呢 怎能當起恩重如山這四個字 先生,陷害我的奸人復發 被人搶走的家產圓壁歸照 這一切都是出自先生所賜 我覺得恩重如山這四個字 根本就不足以表達先生對我皇家恩德 只是怪我財疏學淺 又想不到什麼更加對的詞舉 先生你為什麼說反而受不起呢 夫人,你大仇得報,含冤得雪,搶回家產 這些其實是命中早已注定的 你不來找我看相,遲早都一樣會有這樣的結局而已 你來我這次看相,我只不過提前把結局告訴你 讓夫人早點安樂而已 不是,如果沒有先生指點 小女子的冤屈,能夠上報紙嗎? 如果不是因為上了報紙 能夠引起公憤嗎? 如果不是因為引起公憤 原大總統可以親自批示查辦嗎? 如果沒有先生的指點 他指一指黃太歲 這位在北京城二博雲天的黃大俠 他可以來幫我 將我的家產全部督辦回來嗎? 唉,沒錯 先生只是給我看一次相 但是先生看相是給我指點迷津 讓我在茫茫苦海之中得見天日 此恩此德,何此恩仲如山 簡直比山仲要重呀 黃太歲大聲說,說得好 張先生,你就不要欠了 黃夫人送這塊扁 你張鐵嘴當之無愧 黃太歲跟著,一走到門口 對圍觀的人說 各位,你們知道今天這個牌匾 為什麼人家會送呀? 我告訴你們 這位黃夫人,那是直帝的大財主 他家裡的田有一萬八千多毫 他在城裡做個買賣,做個生意 有成一百多家 但是他被人陷害,幾乎家破人望 他來這裡看了 神相張鐵嘴,指點了他一番 結果不單止家產全都收回了 還報了仇,說了恨,說了冤 所以今天黃夫人和張鐵嘴送牌匾 大家看到了嗎? 扁上恩仲如山這四個字 是純金打的 但是,張鐵嘴先生強硬說這塊扁太貴 他自己當不起 大家說,他當不當得起? 受不受得起? 眾人都一起大叫受得起 哎呀,張鐵嘴是當世生神仙啊 再貴的扁他都受得起啦 黃太歲接著說 張鐵嘴在我們北京城開體相館 這個我們是北京老百姓的福分 我們大家要為他鼓掌啊 眾人都熱烈鼓掌 張野仙的體相館 已經成為北京城很多小報 挖掘故事、挖掘報道的好題材了 三日兩頭 這裡就有些奇異的事情發生 神奇的體相不單可以使人沉冤得雪 甚至是使人謎團盡解 以前都找不到的東西 達不成的心願 現在就可以一朝得常所願 很多人傳說到這個張野仙 都不知道多麼神奇 本來這塊純金打造的牌匾 本來這塊純金打造的牌匾 李東梅之前新的冤 又可以使得張野仙上次頭條的了 但是有時想不信命都不行 雖然張野仙的自己都不在乎自己做多一次報紙的頭條 但是就在李東梅送牌匾 取得這麼轟動效應的同時 另一件更加轟動又更加好玩 跟老百姓跟整個國家 關係也更加密切的大事發生 所以不好意思 張野仙這次由他fans 搞出來這麼轟烈的行動 終於都上不到報紙頭條 他的命運又好像 即是 後世一位搖滾男明星差不多 剛剛自己做了這麼精彩的事情 以為肯定會吸引到其他媒介的注意 誰知一件更加轟動的事 就跟著發生 這麼巧的 不過呢 蓋著張野仙這個純金牌匾故事的大事 其實也是張野仙自己搞出來 就是 第二人 當那些報紙佬正要報道張野仙的事情的時候 忽然間發現 大街之上熱鬧之極 一個個請願團 紛紛地走上街頭 打上了各式的標語旗號 不過他們的宗旨只是一個 勸元大總統改變國體 由總統變皇帝 這些請願團 原來真是夠了奇葩 夠了精彩 首先 一朝早 在通向新華宮的馬路之上 有一道橫額 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橫額上面寫著 中華乞衣請願團 跟著在橫額後面 在橫額後面 足足有成千的乞衣 組成了一個荒隊 這群乞衣不單止個個衣衫藍扭 蓬頭救面 有些人呢 還搶著手搶著腳 有些是瞎著眼 有些是整身濃縮 有些走 有些爬 真是看見令人心酸 一路走一路爬 有些人隨胸頓足 有些是猛地叩頭 有些是用磚頭 啪啪啪 猛地打在身上 不過呢 無論作什麼狀也好 他們喊出來的口號是一樣的 元代總統啊 你可憐一下啦 你可憐一下我們啦 麻煩你快點來做皇帝啊 當他們走到新華宮門口的時候 一個個突然齊齊地喊 打到局 皇帝還衰 嘩 這一下 真是轟動了 四周圍來看這些奇怪的遊行隊的人 比遊行的人還要多 他們從來都沒見過這麼多乞丐 一起遊行請願的嘛 而且喊的口號呢 咦 跟平時黑食的康調是一模一樣的 真是看得大家都不知道多麼新鮮 有個女記者 走到一個猛地用磚頭 打著自己胸口的人 而且不停地喊 打到共和 打到共和 又瘦又瘦的老黑衣面前 老人家 為什麼你慢那麼要打自己呢 你的身體又不是共和 你用不著打到他呢 那個老黑衣一見到有人邁來 就更加用力 舉個磚頭 打自己胸口 啪啪啪 哎呀 打到整身又青又紫 但是跟著呢 聽到那個女記者這樣問他 哎呀 即時就改口了 啊 好啊 好啊 袁大總統啊 你可憐一下我啦 麻煩你做個好心啦 你快點做皇帝啦 小姐你可憐一下我啦 師死的發在前啦 那個女記者即時 拿了兩個銅錢 放在老黑衣手上 老人家 我是順天時報的記者 我想採訪一下你 啊 採訪是什麼意思啊 即是我問你兩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啊 我如果回答不到 你不會拿回那些錢的 那些錢我給了你啦 所以無論你回答得到 還是回答不到 我都不會收回的 嘩呀 啊 一聽到這樣說 旁邊的黑衣人一下子湧上來 圍著那個女記者 小姐啊 你可憐一下我啦 你再訪一下我啊 嘩嘩嘩嘩 有一個人又說 你小姐啊 他們不會回答的 麻煩你可憐一下 我呀 我才行啊 哎呀 小姐啊 她只是回答自己而已 你看看我的腳啊 我的腳流浪了 哎哎哎哎哎哎 好辛苦啊 你可憐一下我 你採訪我啦 嘩 一下子那女記者 哪裏招架得到啊 喂喂喂 你們不要亂吵啦 我採訪完一個老人家呢 我再採訪其他人 那好不好啊 就是這個時候 一個神高神大的黑衣 一走過來 對那幫圍過來的黑衣說 做什麼啊 快點回來 我們今天上街請願 又不是來白狀黑喝黑食的 搞得這麼貴啊 快走開 你們呀 人家小姐問到誰就誰回答 其他人不准起控 快點回來 那幫黑衣被人一渴 即時規矩很多 雖然還有唯一的女記者身邊 但是人人都不敢再吵 個個都安靜了 周圍圍觀的群眾 見到有記者採訪老乞衣 大家都圍上來看了 女記者問老乞衣 老人家 你為什麼要參加 請元大總統做皇帝的請願團啊 嘿嘿嘿嘿 這個問題就認真好答了 這些雞食放光種 大家心知肚明的了 他將那兩個銅錢拋就拋 嘿嘿 如果我不來參加請願團 怎麼得到這兩毛錢啊 我不只要自己來啊 我還叫老闆一起來啊 上集我們講到 女記者見到一個乞衣請願團 說要懇請元大總統做皇帝 覺得很可愛 於是來採訪老乞衣 第一個問題問他 為什麼你要來參加請願團啊 他說 嘿呀 為什麼啊 雞食放光種你很清楚啊 我不來啊 又怎樣拿到這兩毛錢呢 所以我不單要來 還來得很對 我叫所有的老友一起來啊 哦 那為什麼你認為 為元大總統應該做皇帝呢 這個問題更加簡單啊 大清就倒了 孫統帝就退了位 那我們中國就沒有皇帝咯 因為一個國家沒有皇帝就行 普通人家沒有了神主牌 大家都不安樂啦 那我們中國沒有皇帝 那當然要加上去啦 我再問你了 中國有沒有皇帝 跟你們那幫乞衣有什麼關係呢 難道有皇帝的時候 你們乞食乞多些 沒有皇帝你們乞食乞少些 那當然啦 有皇帝啊 有皇帝啊 比沒有皇帝那陣 乞的錢啊 乞的錢啊 乞都很多的 如果不是什麼叫 皇恩浩蕩啊 為什麼沒有人說 總統 總恩浩蕩啊 這樣啊 老人家 那你做了多少年乞衣啊 我是叛奴出家的 四年前屋企因為貨足 不單止燒死家產 我連兒子和媳婦都被火燒賣 剩下我一個 人又老錢又沒有老兒筆 那就只要流到街頭做乞衣咯 四年前 民國成立了五年了咯 就是說 以前清朝的時候 你都還沒乞食 那你怎麼知道 有皇帝的時候 比沒有皇帝乞食乞多些呢 就在這個時候 楊鎮安已經出現在人群之中 這位記者小姐 你的問題 我代他答得不行 呂記者看了楊鎮安一眼 雖然他也衣著藍扭 乞衣打扮 但是衣服很乾淨 面上面 雖然有些病容 但是有一股雍容氣道 咦 這樣的乞衣都有的 你 你都是乞衣 我當然是乞衣了 你為乞衣老兄 只乞了四年 我從太公開始 到我這一代四代人 全部都地地道道是乞衣仔 如果你小姐問 中國有皇帝和沒有皇帝 和我們乞衣有什麼關係 我這個老乞衣是最有權力來回答你這個問題的了 好 那你回答吧 首先 我要提請記者小姐注意 我們這群乞衣都是國民 你們讀書人經常說 中華乃四萬萬同胞之中華 我們乞衣仔就是四萬萬同胞中的一部分 這個國家 是你的 是他的 也是我們這群乞衣的 小姐一定聽過這句說話 亂世人不如太平犬 我們做乞衣的身份雖然低賤 但怎麼都不是說連狗都不如 狗都希望國家太平正確穩定 我們更加希望太平盛世 如果天下大亂 最先餓死凍死的就是我們這群乞衣仔 那怎麼才使得天下不亂呢 我這個老乞衣雖然沒有讀過什麼書 但是都聽過不少的故事 中國啊 歷來都只有出現真龍天子 英明帝主的時候 才會是天下大志 如果沒有皇帝的話 群紅四起 今天你爭權 明天我奪利 國家永無另一 那老百姓自不然就流離失所了 我們這群本身就流離失所的乞衣 在那個時候就更加會死無葬身之地了 我們這群做乞衣的 是為了自己請元大總統接受我們的請願出來做皇帝 元大總統 可憐一下我們啦 好心咧 福心咧 你快點做皇帝呀咧 整群黑衣的一起大喊 元大總統 好心咧 福心咧 麻煩你快點做皇帝呀咧 在旁觀眾人之中 有一個依然留著牆邊 胡蘇花白的老人家 唉 嘆一口氣 改變國體 圈人造皇帝的多麼莊嚴啊 居然搞到 要找這幫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乞衣仔 在大街那裏 來什麼請元 成何體統 成何體統啊 在他身邊 有一個學生無養的女青年 對老人家說 爹啊 我又不覺得這些乞衣仔 他們來遊行請願有什麼不對 他們說得沒錯啊 乞衣也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的一部分 國家大事 他們都有權發表自己見解的 問題就在於 我們中國是否真的需要一個皇帝呢 如果 真是不少得皇帝 那麼辛亥連推翻清廷的大革命 豈不是只能搞 這麼多烈士的鮮血 豈不是白白地流了 老人家說 原世海所謂倡道共和 原本是一場鬧劇 首先呢 是他逼宣統皇帝退位的 你逼了人退位 現在又說呢 中國要回皇帝 說什麼沒有皇帝 國章不國 恢復帝制好 是啊 既然要恢復帝制 此今成就有個現成的皇帝咯 你請我們宣統帝出來 那就行 用什麼搞啊 勸進呢 那豈不是改朝換代 又要換個新皇帝 放唐啊 放唐之極啊 就在這個時候 又一班請願團過來 這班呢 是黃包車夫請願團 百幾個黃包車夫 拉著黃包車 組成了一支遊行隊伍 向著新華宮走過來 當線的 正是鞍皮幫 四大金剛車的金錢跑 他舉著一面寫著 黃包車夫請願團的大旗 坐在第一個黃包車裡 他將大旗一揮 黃包車夫整齊有力的喊口號 勇護帝制 反對共和 打到小汽車 打到小汽車 黃包車萬歲 黃包車萬歲 原大總統萬歲 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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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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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共和 反對共和 為甚麼要打到小汽車呢 實行帝制 只有黃帝才萬歲 為甚麼黃包車又要萬歲 那邊還未議論完 又一個請願團 又一個請願團過來 這個請願團更厲害 人還未到 遠遠都聞到一股股香風傳來 像唐大少奶帶頭 帶著幾百個年輕的小姑娘 我拿多姿地出現在街頭 他們打的橫幅是 中華花界請願團 這些衣著鮮艷 又經過精心化妝的女孩子 走到新華宮門口的時候 剛剛好和那些乞衣並列而行 兩支隊伍 一支全部都是醜八怪 一支個個都是美嬌娘 大家拍在一起真是認真得意有趣 老人家見到這感覺很奇怪 唯咻 這些人扮成一個女人 都來請願的 是啊爹 是花界請願團 花界在哪位置 吧? 活界?是未聽過 過來看看 很多人都覺得很新奇 於是 又趕到果界請願團那邊圍過去 这个请愿团的人数就比黑衣请愿团 也比黄包车夫请愿团少一点 但是他们一出现 就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围观 当然了,在以前的时代 什么时候一次过可以看到这么多美女 不要说以前了 就算现在你都未必一次过看得这么多 唐大少奶奶见到这么多人围起来 都不知道多么兴奋 开始的时候 围观的人都不知道花界请愿团 究竟是哪一届 这些姑娘是什么人呢 但是很快就有人认到了 那个不是小桃虹 你看他多孝斯敦督 这个是小灯笼 桂花娘子 昨晚我才跟他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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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什么花界啊,原来是帮妓女啊,八大胡同那些妓女啊 他女学生听到很奇怪了,啊,爹啊,什么妓女都来劝说改叛国体啊,都劝总统做皇帝,哎呀,真是滑溪了 哎呀,走起来听他们说什么啊,唐大少奶见到那么多人红来都不知道多么兴奋 于是,她就叫人,担张椅子出来,自己站高身,向周围围观的人发表演说了 各位同胞,各位父老兄弟,各位姐妹,我叫唐线云,年轻时的艺名就是海唐花 现在这个翠云堂的老板娘,大家都叫我唐大少奶的 今天,我代表我们全北京花界的姐妹,向大家正常宣布 我们花界所有姐妹,全部都要求结束共和 恢复帝制,成立中华帝国 恳请元大总统,做我们中华帝国的开国皇帝 整班妓女听到一起热烈鼓掌 跟着一班黄包车夫一起叫 拥护帝制,反对,共和 打倒个少气车,黄包车万岁啊 元大总统万岁啊,万岁万岁万岁啊,万岁万岁啊,万岁万岁啊,万岁万岁啊 好心呢,放心呢 元大总统,你快点做黄帝啊 那班乞衣又来臭热闹啊 一时之间,那些口号似起皮肤 个个都有自己特色 听到人都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 唐大少奶等人叫完一轮了 摆摆手 于是四周围的人全部都静了 各位同胞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 有些人就会问了 恢复帝制成立中华帝国 要元大总统做皇帝 这些国家大事来的嘛 你们的女人人家 有什么发言权呢 哈 你们加上进来干嘛呢 我说呢 你这个话法就不对了 全国四万万同胞啊 我们妇女就占了一半 你们的男人要生存 我们的女人都要吃饭的嘛 你们的男人要穿衣啊 我们的女人 当然都要穿漂亮漂亮啦 国家搞得好 我们吃得好穿得好 国家搞瘀了啦 我们女人都会没得吃 没得穿 挨肌受冻的嘛 所以国家大事啊 我们妇女都应该有发言权 那老人家听到这里很生气啦 你们算什么妇女啊 哈 你们是妓女而已啊 哈 这么不知丑的 你说得对啊 我们是妓女 那妓女又怎么呢 我们妓女啊 难道就不是妇女了吗 告诉你啊 我们妓女啊 是妇女之中 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个女学生听到 也都发火啦 喂 姓唐的 你不要侮辱我们的妇女啊 妓女啊 怎么能算是妇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你们的妓女 是我们女人中的败女 唐大少奶听到 对那个女学生笑一笑 小姐 我劝你不要开口得罪人啊 你是梁家妇女 那么我尊重你 但是我们做妓女的人 大多数原本都好人家的子女来的 因为家里有变故 加上势度相逼 才沦落风尘而已 这位小姐 哼 你这么大口气啊 那就求神拜佛 保怨你家里永远富贵啦 千万不要有什么变故啊 如果不是 你就要进来做我们同行的啦 一个妓女又望着那女学生一眼 车 如果到时她要走这一步 恐怕 看她的样子啊 进不到我们八大胡同的门口啊 最多可以站着街 哎呀 爹呀 你听她们说什么 一个知识分子 这样的男青年安慰的女学生说 小姐 看一看热咬就算咯 你和她咬什么啊 一个梁家妇女和妓女斗口 吵架 哪里有好结果啊 是啊 乖 不要管她们 这帮人 全部都善尽 廉恶尽 个个个好不要面的 哎呀 这位老先生 你一定是很有廉恥 很有身份的啦 有个妓女在旁边就接口了 她当然有身份啦 人家是清朝的举人老爷 她做过知丸 还做过大理智成 大理智成 什么官来的 我不知道啊 听说是正六品哦 比现在那些什么次长 小了很多倍的 民国之后 她又不愿意做官了 只是做了什么国会议员咯 哎呀 那国会议员 都算很有身份咯 这位这么有身份的大老爷 小灯龙呀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那个小灯龙就接口笑了 当然清楚啦 他经常来我们技仔玩的 是我的常限 他都不知道 多照顾我们生意啊 和我们十几个姑娘 都相好过咯 哦 唐大少奶就笑了 原来唐唐的智成大人 人议员老爷 都是个老嫖客 哎呀 那我又不明白了咯 照你来说 我们的妓女 和你们的嫖客 你又买 我又买 大家身份都很平等而已 你说我无耻 我说你下楼了 你又不高得我两分 我又不见得比你低得几多 为什么你们的做嫖客的 就可以做官 做议员 指点江山 痛陈国事 在官场上 轻风弄雨 我们的做妓女 过问一下国事 你们这么大意见 骂我们什么丧尽廉耻 骂我们不要面 大家说 究竟谁不要面 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 但是自己呢 又嫖倒饮荡吹 五毒俱传的老儿笔 要说我们这帮姑娘仔呢 去呀 当然是个老儿笔 是啊 这些人是认真不知丑啊 那帮乞与黄包车夫 即时纷纷响应 唐大少奶的说话 那个胡桑花白的老人家 真是没了面子 满面都是收缠的神色 拖着那个 是他女的女学生 大的人了之大吉了 他两个人一走 有个中年人忍不住叫 喂 唐大少奶 听说你们翠云堂 很多姑娘呢 都很有才艺的 小曲呀 小调呀 都唱得不知多好 嘿嘿 我们就花不起钱 去翠云堂听了 难得你们今天出来 不如呢 你们不要只说了 唱两段来听一下啦 哦 你想听我们的姑娘唱曲呀 好啊 那你听哪一段呢 有个男人呢 更加不要面子呀 光天化日之下 在堂堂总统府门口 你们居然要我们唱十八摩 哦 认真过分呀 十八摩我们不唱得了 不如我叫一帮姐妹 和你们唱一段十八摩啊 十八摩啊 十八摩啊 十八摩是什么意思呀 听了就知道咯 各位姐妹 开唱啦 一帮姐妹 一帮女儿就叫声 一帮姐妹 就唱一帮姐妹 唱一帮姐妹 唱一帮姐妹 他叫皇上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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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啦 总统 他叫皇上 哎呀 喂喂喂喂 你这种政治口号 哎呀 都可以被他们唱到 这么风流 这么淫荡 哎哟 认真概会 认真概会咯 整帮人听到 不如都空堂大笑 就是这个时候 一个暴徒在新华公门口 一边卖报纸 一边大声叫 哎哟 号外啊 号外啊 重要消息 重要消息 全国各省大将军 联名请愿 更改国啟 恢复帝制 恳请大总统登基称帝 令咸签名 有广东龙濟光 湖北黄占元 陕西陆建章 河南赵域 山西岩石山 云南唐鸡妖 浙江珠水 湖南汤石鸣 江西女神等等 听到这么多大人物都支持 大总统要登基做皇帝 那帮请愿团的口号 就叫得更加响了 形势的发展 比张野先原来估计得更加快 北京城劝进的闹剧 好快就蔓延全国 无分南北贵战 个个都说要要求复辟 人人都要反对共和 照言一体 似乎真的全国四万万国民 已经到了武皇帝 几乎就要务命生存下去的地步 了 对我来说要求复辟了 不过来说要求复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